諸法因延伸 跟萬法為師一心 他們之間的相互關係 那麼這個是整個方便品的核心思想 方便品的意思就是說 佛陀說法是從兩個角度來說法 第一個 從我們生命的現象來說法 第二個 從我們生命的本體來說法 我們解釋一下 佛陀出世以後 佛陀面對無量無邊的眾生 他老人家在施設教法的時候 是從陰言先切入 諸法陰言神 那麼陰言的意思就是說佛陀是誤實地面對我們的生命現象 當然陰言觀講的最詳細的就是維世學 維世學的陰言觀 他的解釋就是橫轉如爆流 就是 諸位 我們不是今生才有生命 現在的我 是有很多很多的過去的我 累積而成的 就是我們有很多很多的過去 所以才有所謂的現在 那麼 現在的我 也會創造未來的我 所以構成一種 橫轉如爆流 所以陰言觀的意思就是 生命是橫長相續的 這個就是陰言觀 那麼佛陀面對著現在的我 現在的眾生 他就必須考慮 我們過去的生命經驗 就這個人 他過去生 他遇到什麼樣的善知識 他可能遇到是一個小乘的善知識 跟他開導 涅槃的法 他接受了 或者他過去吃了很多的痛苦 他對痛苦極度的厭惡 那麼就是說 佛陀基本上是 他不是站在他的角度 是站在眾生的過去 你現在走到這個時候 我們不可能馬上改變了 所以先隨著你的過去 來試射教法 佛陀剛開始是這個態度 就是 這棵樹 它已經長成這個樣子了 你不能夠把它 硬把它扭動的 它這個樹會斷掉的 我們只能夠順著這個花的 樹的成長過程去做修整 佛陀剛開始就是這樣子 先考慮你過去所造什麼業 你都起些什麼思想 你心中都有一些什麼希望 然後問你說法 那麼這樣子有什麼好處呢 它的好處就是容易上路 因為剛好是棄你的雞 就是說佛陀先不求棄你 因為這個理想太高 他不一定做得到 先棄雞 那麼佛陀這樣子施設五勝教法以後 很多人就很容易上去了 因為為什麼 因為剛好跟他的希求相合 那麼佛陀一開始是從做法因延伸 安利的五勝教法 但是這個因延伸有一個問題 有一個嚴重問題 剛開始你會覺得 剛好滿足我的根性 我就喜歡這樣的一種修行 但是隨著時間的過去 它的因延伸的問題就出現了 就是這個差別向 越來越明顯 越來越重 這個人跟人之間的差別 聲文 圓絕 菩薩的這種路線 越走 大家距離越走越遠 那麼這個時候 當然 佛陀子難免都會互相接觸 那三勝人就積極在一起了 那麼就互相對比了 互相對比 心中就有疑惑了 我怎麼這樣子 他怎麼這樣子 那麼這樣子 就是過度的契機 它的好處就是容易上路 它的缺點就是 每一個人都不圓滿 你走你的路 因為因延伸 他只能夠走單向的 他沒辦法延容無礙的 那所以到某一種程度 佛陀就必須要調整他的路線 就是 佛陀不再講諸法因延伸的 佛法講 萬法維持一心 就是要大家再想一想 你從什麼地方來 諸位 當我們修五戒十三 升天的時候 我們要想一個問題 這個天的果報是怎麼來的 真的是因延給你的嗎 如果諸法因延伸 那這個事情就嚴重了 就非常嚴重了 那麼這個人 這個眾生的法界就 沒法改變了 為什麼呢 從一眼角度來看人生啊 昨天的你 創造今天的你 今天的你 創造明天的你 那這樣子下去 沒有幾個可以成佛的 只有少數可以成佛 誰一開始就遇到大乘佛法 誰一開始就有成佛的總性呢 我們來自不同的生活環境 不同的思考 不同的教育 所以因延伸呢 他只能夠強調 輾轉相續 那麼順著因延下去 那就很簡單嘛 好得更好 壞得更糟嘛 因延伸就是這樣嘛 他這個趨勢就是這樣嘛 你過去生 遇到好的老師 你就越來越好 輾轉相續 你過去生 遇到一個生文的老師 你就越走越裂盤 那 諸法因延伸 沒有回頭路了 沒有回頭路了 那麼這個問題就嚴重了 那這樣子 施法界只有少數人可以成佛了 那佛陀必須要解決這個差別相的問題了 所以佛陀說 諸位 其實諸法不是因延伸 因延伸是一個註言 一切法是我們因延伸性變現出來的 那這樣子就 就很多人有希望 諸然因延伸是一個假象 它是一種生命造作的假象 也就是說 我不管你這個鏡子 的灰塵是什麼顏色 諸位 我們 無量節來每一個人都有一個鏡子 但是長時間在六道輪迴當中 每一個人的鏡子上面有很多的灰塵 不管你這個灰塵是什麼形狀 你形成的灰塵是一個人的形狀 是一個阿羅漢的形狀 是一個菩薩的形狀 重點它是一個灰塵 它不是鏡子 所以諸法因延伸 只是講到人生的表面 所以佛陀必須講真話了 其實這些都是生命的假象 都可以改變的 因為我們的本質是清淨 本然是離一切下的 人生的本質是沒有什麼因緣不因緣的 那麼這樣子 當我們把整個諸法因緣生回歸到一念心性的時候 這些差別項就抹平了 原來生命可以重新塑造 不管你過去 不管你過去 是阿羅漢 是僧文 是畢塞佛 是菩薩 都可以重新調整 好 那麼 所以華華派上佛陀就開箭顯示了 從做法因緣生而談到了萬華維持一行 就是我們開始站到生命的核心 來修行了 而不是站在生命的表層來修行 這個是華華派最高明的地方 就是 從站在因緣的角度來修學 順著我們過去的因緣走 而回歸到真如本性 來重新出法 好 那麼這樣子講 就看第一個題目 我們知道這個因緣生跟萬華維持一行的關係 是一個表象跟本體的關係